哼哼哼 三根熱狗 我真的覺得我嘴巴應該 可以可以塞三根 哈囉大家好我們收看兄弟我是薇薇 上一次呢我強迫哥哥一週都只能吃水餃 那這一次呢換他來強迫我了 好啦我自己抽的我認命啦 詳情請看 上一次就強迫我吃一個禮拜了 上一次吃禮拜水餃 我們公平請教吧我陪你一起來 但我做了一個牽筒 我覺得不錯耶 我覺得很棒 所以呢以上就是這樣子啦 如此這般 如此這般 那我們就要開始今天的一週挑戰了 GO GO 今天是10月27號的1點56分 因為我必須等哥哥先吃完 我先進來 欸拜託你的影片我都沒有錄進還嗎 我就錄聲音 你可以我走開 好啦那麼因為今天呢 其實是我們從日本的員工旅遊回來的第一天 然後呢我通常呢出去玩呢 就會大魚大肉 所以我回來的時候通常都會吃一個 所謂的清腸胃餐 可是 登登 一日野菜 凱薩薩拉 那它是寫說它可以補充 二分之一成人的蔬菜量 然後這一份的話它是55元 然後以及地瓜 地瓜的話是35元 還有我很喜歡的 它就是雞胸肉 這塊是59元 然後最後呢 無家糖優酪乳 它是28元 準備來清腸胃了喔 喔裡面有紅蘿蔔 喔不我沒有看到紅蘿蔔 吃完吧還是人 登登 有不喜歡紅蘿蔔 然後 喔地瓜看起來很好吃 登登 然後雞胸肉 好啦我們的第一餐 還好 那個和風醬的味道蠻重的 我可以跟生菜一起把紅蘿蔔吞下去 超好吃 我連皮一起吃它會有一個 啵 就是那個皮啵出來的感覺 然後裡面的雞胸就很綿密 那因為我今天吃的是冷池 所以我就是沒有加熱 也可以直接吃 它是熟的 嗯 好吃 如果你加熱過它 會變得更有水分 最後一口囉 嗯 吃完了 最後再把油肉乳喝完 這樣等一下 就可以很順利的去上車 完食 然後那個超商第一餐結束 好現在的話呢 是換我啦 換你了吧 10月27號的8點19分 來吃晚餐 今天的話 這一餐我跑去了全家買 你怎麼那麼豐盛啊 欸 我加一個炒飯 我加一個炒飯 第一個是這個 媽媽主義的玉米濃湯 然後以及呢我買了一個玉飯糰 這是雞肉飯的玉飯糰 欸大家吃玉飯糰的糰吃什麼口味啊 可以告訴我 留言告訴我 然後呢因為我今天是一定要吃蔬菜 所以我就是有買了一個這個 這是小魯青酥 最後呢 胡桃木 香薰雞胸肉 而且它是 這個一定要加熱吃 這個加熱吃才好吃 然後呢我這邊分享一個 就是小小的自己愛吃的方法 就是我會把玉飯糰加進去湯裡面 把玉飯糰扔進去 怎麼樣這吃法怎麼了嗎 你們什麼臉 裡面就有飯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對不對 是玉米濃湯飯啊 然後裡面還有雞肉絲 這樣吃 很有飽足感 這個滷菜很香欸 可是裡面有紅蘿蔔 好 我可以挑食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登登 你看裡面 滿滿的菜 欸又有滷汁菜很掉出來 還不錯 有入味欸 所以它東西都有滿入味的 它在滴滷汁欸 啊那個胡桃木的香 雞肉香味你看 登登 登登 好香好香 好幸福喔 這叫我吃一個月都可以啊 不要亂立flag好了 完食囉 耶 喔 你吃完了喔 嗯 各位加油 那我們明天中午見 明天轉學中去見 哈囉大家 今天是 10月28號的 12點58分 欸 因為我們今天是 出外一次 要同步一起拍是不是 對 我們今天是拍轉學中 但你沒辦法同步吃啊 你還是要等我吃完啊 是但是沒關係 我還是要繼續進行 我的超商挑戰 啊你要先讓大家看看 大家的起操 欸這座像什麼 這座超像年菜欸 誇張 那你只能吃 超商的 這座我吃一個月都可以啊 今天呢小幫手到我爸旁邊的萊爾夫 幫我買了一個 松子青醬雞肉義大利麵 聽起來很好吃好不好 很貼心的幫我準備一個茶碗蒸 好喔 那你有兩樣東西囉 我只有一個炒飯 但是你的炒飯至少是 終點餐廳的炒飯 來吧 其實它也蠻香的啦 我不曉得我現在已經是 聞到他們那邊的香味了 還是怎麼樣 來 看一下 因為我們其實是提早買的 他已經給鬼完了 吃了麵 欸我幹嘛是水也是冷的 嗯 清淡口感很好吃 很好吃欸 它清淡味道超濃厚的 有時候趕工作的時候就是要這樣吃飯 晚安吃 好啦那我們就是今天的晚餐見 現在呢是 11月28號 第四餐 第二天挑戰 是 剛才垂涎玉立的想Q一下嗎 幹嘛 走開 對啊 反正今天晚上呢 我們就是參加CAPSOUL 舉辦的一個萬聖節的Party活動 但是呢 我們的一週挑戰還是要繼續進行 所以呢今天我想說 今天忙了一整天嘛對不對 所以要犒賞自己一下 就是國民組合 但是呢就是超商的雞排 並沒有很深得我喜歡 超商的這個 韓式辣華式風味炸雞 這一包呢39元 它是我非常愛的一個Seven的微波炸雞 它超好吃的 黑糖珍珠鮮奶 也是超好的 所以我覺得很棒 這一餐很幸福 先喝一口 韓式風味炸雞 雖然是韓式風味 但是它風味道很辣 但是雞肉很嫩 喝完了 好啦那麼我要去參加活動啦 大家萬聖節快樂 好啦那麼來參加活動去 掰掰 哈囉大家現在呢是10月29的12點51分 那我要來吃我的中餐了 那今天呢因為我覺得蠻冷的 所以我進了便利商店就想到一個東西就是 關東煮 登登 然後我上五樣的話是75塊 第一個 魚蛋 很Q欸超新鮮的好不好 再來的話這個 這應該這不知道知道 那是油豆腐吧 被湯汁燙到 再下一個是高麗菜捲 這也是我必點的東西 我超喜歡這個高麗菜捲的原因是因為 高麗菜泡在那個湯裡面一陣子之後 它就會超好吃 再來的話我今天強勢了一個我以往沒有吃過的 這東西是不是叫魚餅啊 因為沒有吃過韓國所以不知道 但看起來很香 小脆脆的感覺 然後甜甜的 微微的辣辣的 再來就是我的最愛 豬血糕 完食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中餐吃完了 等一下就是跑下午的行程 接下來就是 呃 對不起 晚上見 現在的時間是 來 10月29號的7點52分 那我這次呢是去全家 然後我發現了一個很猛的東西 我先給大家看 鐵枝香腸便當 硬漢限定 重量升級 裡面超誇張的耶 雖然它不是 它是一片一片一片的香腸 我把它兩個疊成算一隻的話 只是 有四隻大香腸 在這個 不是 在這一盒 便當裡面 我剛剛講錯了 怎麼了不行嗎 然後這一盒呢 它這樣子 整合下來是99元 其實算是 不低的價格喔 裡面目前 看起來的話就是 除了非常 其實是吸引目光的大香腸之外 旁邊有這個 這算是 這是蛋 這算是酸菜 然後飯 跟 高麗菜 紅蘿蔔 還有 這個 小青豆 但是還有一個東西 我覺得也很酷 登登 蒸蛋湯 很酷耶 因為我看它的外觀 它除了 它是一個湯品 它裡面有一大塊的蒸蛋 我覺得 這感覺就很適應了 裡面是一整塊的蒸蛋 而且它其實蠻厚的耶 你看我切下去 它其實是有到底的蒸蛋的厚度耶 它不是說上面浮著一塊蒸蛋 那我們先來試吃看看 這個 鵬腸 喔 我很喜歡那種就是 香腸皮是有一點緊繃緊繃的感覺 咬下去會沒有碰 的東西 它的湯就是 褐色褐色的 聞起來就是全部都蛋的味道 就是一般的高湯 然後加上 蒸蛋 就會有一個蒸蛋的甜味 它蒸蛋裡面還不單單只是蒸蛋喔 它還有就是肉 小肉塊在裡面 喔這個很厲害耶 這個我覺得我值得推一下大家去全家找一下 它蒸蛋 有做這種就是蜂巢狀的 就它蒸出那個蜂巢狀 所以它湯會卡在裡面 所以你吃下去的時候它會有一個 湯汁爆出來 這樣 這個蒸蛋湯啊 我不曉得是不是 因為我跟著一起吃那個 香腸飯的關係 所以喝到最後有點鹹 所以我就打算 把蒸蛋吃完就好了 好 餐給完成了 好了 那我們 明天 10月30號的 中午見 好那麼爆食 現在的話是 10月30號的 1點了 因為我每次都要等哥哥吃完飯 我才會幫他吃飯 苦命仔 你知道整點的時候會出現什麼嗎 會出現巴掌聲你知道嗎 啪 我以來又不知道要吃些什麼了 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可能去超商都喜歡吃些什麼東西喔 好那麼今天呢我就看到了 麵包具有一個這個 托斯卡尼吐司 而且它是可以加熱的麵包 它是說它有荔枝蜂蜜 跟乳酪蜜香醬 然後還有一個東西它吸引到我的目光 因為我個人只是 激光香香雞的愛好者 他竟然跟Seven聯名出了一個飯糰耶 然後呢 我還買了一個這個 藝陽光無加糖高鮮豆漿 那我覺得趁熱我先吃這個 蒜香炸雞飯糰 裡面是 一大塊炸雞 天啊 因為激光香香雞 炸雞我們印象中常是脆脆的嘛 因為它包在飯糰裡面 然後尾部它會濕掉 它沒有蒜粒 但是有蒜的味道 然後有胡椒 所以胡椒味蠻重的 然後如果你是期待那種 就是烤烤那種卡拉雞的那種感覺的話 它完全沒有脆脆的部分 飯量跟餡料的比例剛剛好 蠻充足的 蠻吃 然後再來就要吃甜點了 就是這個 啊好香 它是有保存吐司邊的厚片吐司 所以我個人是不是很愛吐司邊 它醬的厚度沒有到很厚 但是其實你是吃得到那個香的 好啦 完食 那我們就晚餐見 OK來爆食 登登10月31日6點41 準備來吃晚餐 等一下7點還有工作要做 所以趕快趁這個幾分鐘的時間剋掉 那我這一次呢 請小幫手幫我買了全家的 夯 什麼唸 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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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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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的晚餐就是 番薯跟一顆茶葉蛋 還有一個20塊的義美布丁 我以為小幫手會幫我買更大的番薯 結果沒有 來囉 喔好嫩 它完全不是要咀嚼耶 而且真的很甜耶 完食 全家的茶葉蛋 聞起來蠻香的 有入味的感覺 喔好燙 好的 最後的話是 必美的 雞蛋布丁 好啦 那我們這餐全部都完食了 那等一下就是跟會員頻道 玩遊戲 那記得 打錄到會員喔 那我們就明天早餐見 哈囉大家 現在的話是10月30的 10點45 欸是晚上10點45喔 因為我實在太餓了 今天晚餐因為不是隨隨便便吃嗎 導致我現在超級餓的 晚上不能亂吃 但是我可以真心推薦我的愛 這是鮭魚 豆腐味增糖 45元 但是晚上不可以吃太多的澱粉類 不然明天早上的拍攝 我就會腫腫的 所以呢 我就買了一塊雞胸肉 雞胸肉是59元 來解決我的宵夜 噔噔 其實還可以啦 但是它主要是湯真的很好喝 它鮭魚並沒有很多 如果你只想要吃鮭魚的話 這個沒有非常適合 但是它湯真的很好喝 來看一下 Nefriz 完成 但是 吃宵夜太幸福了 超髒 果然吃個20小時的好地方了 明天早上見 哈囉大家 我們的限量版寫真已經開賣了 哇 這組我們第一版寫真集 大家趕快去買看一下 裡面的照片 可以看到這隻的 欸 欸 欸 還是滿寫真來看 不用想著太複雜 讓你自信把每一顆記載 寶石 哈囉現在呢 是10月31號的12點03分 哇今天非常準時的吃中餐啊 好 那我們今天的超商的 特別的東西 登登 它上面寫一個大 所以它是比較大的御飯糰 然後這一個的話是 韓式春春辣雞 42元 這個御飯糰要42元 其實 很貴耶 然後它這一個的話 是一般的御飯糰 因為以往的話呢 我自己吃御飯糰 是要吃到兩顆的 然後它是鮪魚 這邊就可以問一下觀眾 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 御飯糰的最頂級 最top的那個口味 歡迎留言告訴我 你們最喜歡的口味是什麼 然後我還犒賞自己 吃了一個香草泡芙 然後買了一個 古影 就是 我喜歡燕麥影之類的東西 現在開這個韓式春春辣雞 那我把兩個都拆開 我們看一下裡面好了 畢竟有包裝 看不太準 登登 現在我左手邊這是大飯糰 然後這是小飯糰 第一口下去沒有咬到料 它飯是有調味過的看 奇怪耶 旁邊它的料是 比較小 然後混合在飯裡面嗎 咬到肉了 它下一個是鮪魚飯糰 其實我剛剛吃完那個大飯糰 已經有一點點 真的有一點飽了耶 覺得再配上這個古影 覺得比較濃稠的東西 因為以往真的都是要吃到兩個玉飯糰 然後我們吃完正餐之後 來嗑甜點 它是那種軟軟皮泡芙 不是那種脆皮的 非常好吃 它裡面有很多很多的餡 完美的Ending 然後呢 完食 再來做晚餐見 換我爆食 現在的話呢 是10月31號的晚上7點44分 我真的太想吃菜了 所以我買了這個 我覺得很酷耶 一般來講我們不是沙拉都是冷的嗎 然後竟然出了一個這個 鹽渠雞腿溫沙拉 然後這個的話是69元 然後菜量的話 不多 就是以我來講的話沒有很多 然後呢第二個東西的話 我買的是 因為今天中午不是吃了加大的全家玉飯糰嗎 所以我想說 我去看一下那個7分有沒有不一樣的玉飯糰 結果也有 可是它不是飯量增加 它是限量增加50% 就是它裡面的餡料呢 會增加50個 再來的話呢 這一包爆米花是49元 最後呢 我要買一顆日式泡芙 那個溫沙拉的雞肉蠻好吃的耶 因為其他的菜都有拉微微波過 所以都是 比較沒有像是生菜沙拉那種脆脆的感覺 飯糰 嗯? 有到雙倍嗎? 餡料來說我覺得 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耶 其實咬一咬之後中間就沒有了 但蠻好吃的 再來換泡芙啦 而且這個泡芙跟全家不太一樣 全家日式的那個泡芙 然後這個的話呢 它是有做那個菠蘿的 就是有做菠蘿外殼的 它香草味比全家來得重 因為全家還有一種奶味 然後餡料來講你看 它就不像今天中午一樣 全家會流來流去 它就是比較故狀的 好啦 那麼就剩下這個爆米花 把它慢慢渴 不一定大家知道說 明天可以吃什麼了啦 好啦 那麼就 明天中午見 哈囉 那現在的話呢 是 11月1號的12點08分 剩下4餐的超商挑戰 好像最近一直在吃7全家 7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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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走一下 稍微走遠一點去萊爾夫 就是HIGHLIFE他們呢 也會有一個 玩味主義 所以我買了一個這個 茶香一口蛋 它有一個我覺得蠻酷的 就是這個 蛋阿米糕 超商店賣蛋阿米糕 我讓它加醬加下去 再等這樣子 飯列也都這樣子 油亮油亮的 蠻好的 先來吃一口 我個人超級喜歡當阿米糕的 這個是 Gyai 很好吃 這個 真的可以 推薦給大家 它裡面在飯之中 配色一點少少的碎肉 它米飯是Q的耶 竟然是Q的喔 完食一個 這個我自己還喝掉去買 好好吃喔 再來呢來看一下這個茶香一口 喔裡面給了蠻多顆的耶 就很多很多小顆的蛋 然後它這個是不需要微波 就涼涼的直接吃 乳過的暗純蛋 乳過的鐵蛋 然後沒有到鐵蛋那麼硬 最後一顆 OK 快要可以吃別的東西了 加油倒數三餐 乳三見 好啦各位現在的話是 11月11的6點44分 換我來吃晚餐啦 痛掉了 好濕喔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晚餐要吃些什麼呢 我剛剛突然突發奇想 就是 超商樂狗 你要表演一次嘴巴塞一三根喔 我也是我可以喔 我這次呢就買了三種口味 很幸運三種口味都有 原味跟辣味還有一個起司 三種起司 然後呢我就還看到了 它是用蒸的現蒸地瓜 最後呢我買了一個 我個人超級無敵喜歡的蜂蜜水 好啦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晚餐啦 consolidate 三根肋狗 我 我真的覺得我嘴巴應該 可以可以塞三根 喔 ik ofy 他是要被公開巴巴 sunglasses once you go 超好的 不對耶 有兩根是起司肋狗 可是他有一個 其實我明明夾的是辣味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兩根是起司你看 有兩根是起司 然後一根是原味的 感覺不小心認錯了 長得太像 他們覺得地瓜有點吃不下 但是不行 還是得吃啦 蒸地瓜 很好吃 因為我個人非常喜歡有臉皮的地瓜 然後就有一個 啪的那樣的感覺 然後裡面就是整個綿密 好 以上就是今天這一餐 就滿滿足的 我稍微的滿足 不是被熱狗塞滿 我是說吃熱狗 不要誤會了 好 來 米仔仔仔去吧 好來 爆食 今天已經是最後一天啦 11月2號的12點49分 那今天早上我就很想要吃菜 所以我又去買了沙拉 不過這次沙拉是跟21世紀風味館合作的 然後是香草烤雞沙拉 然後呢 我還買了蛋 這個我真的要真心推薦給大家 Seven的這個溫泉蛋啊 非常的好吃 再來的話呢 玉米 然後它其實是可以即拆即食的 再來的話呢 就是這個啦 古物飲 這次是芝麻河 芝麻河 芝麻河桃 它放我的這個沙拉醬是什麼呢 聞起來是油醋 不要加太多 然後 我覺得我就把它倒在這個沙拉盆裡面 來試一下我們的21世紀風味館的烤雞 其實滿多的 然後它這是一片 畢竟它不是就是像我那時候去店面吃一樣 是現烤的 所以它冰在這邊還是有點水分的揮發掉 所以它有點小肝 像以沙拉來講 還可以啦 早上還要 咳咳咳 邊處理公式才行 因為今天是11月2號 我的新宙位的發表日 超緊張 喔 你還沒有聽過嗎 欸 你今天還沒有聽10次以上嗎 趕快就點一下 又想找到製作品卡 聽一下 那我們來拆這個玉米 很甜耶 牙套的噩夢 超卡 為什麼要虐待自己 最後一口蛋 今天中午結束 最後一餐見 太多了 喝完就好 拜拜 OK 那現在是11月2號的7點05 也就是今天的超商挑戰最後一餐 好 那最後這一餐的話呢 我還是回去吃了我覺得現在會有幸福指數上升的東西 就是關東煮 而且我發現了一個很可愛的東西 先點一下 那我這份關東煮的話呢 還買了一個蜂蜜水 喔 對 我剛剛說一個很特別的東西就是這個 它長得很像包子 你看一下這個 很像包子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這是肉 裡面是肉的那種火鍋料 然後外面是魚漿做的 所以它吃起來是魚漿的感覺 關東煮版的炒龍湯包 可以這麼形容湯 完吃了 剩下蜂蜜水 我就結束今天的挑戰了 好吧 這一次一週的挑戰囉 那給我來問大家好了 大家是屬於哪一派的 對不對 就超商啊 像7-7全家來貨OK 大家喜歡哪一家 吃哪一家的食物 是吧 歡迎在底下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強迫對方挑戰一週吃一個東西 已經結束了 好了 換到立即的訂閱加入頻道會員 也開啟你的小鈴鐺 不管鈴鐺有沒有用 按下去就對了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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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哥你有沒有看到我的新座位 如果沒有其實我找朋友特別會 在你的身邊從此就多了一位 陪你鬧陪你笑的絕配 按下去 也可以說我們Facebook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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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谢谢大家